一座小小的村庄 经献几座明代大墓 他们的主人是谁 几块小小的墓志 又记载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代晋王到底有个怎样的情爱往事 江西卫视经典团期正在为你解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团期 我是幻志 本节目由海浦洛斯特约播出 画面上咱们看到的这个地方 是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的港头村 一个平常根本就没人注意到的小村子 然而在2018年 这里却吸引了考古界的注意 2018年的时候 这个山西财经大学 要建设它的东山的新校区 确定了选址以后 山西省的文物勘探中心 钻探过程中就发现了 有这么三座比较大的砖石墓 什么朝代的呢 初步勘测 这是三座明代的砖石墓 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考古人员 在走访和勘探过程当中 发现有两条线索 直指这三座墓葬的分量 是非同一般的 什么线索呢 一是当地老乡说港头村 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 说村头有王墓 里头埋着王公贵族 第二条就是呢 明朝第一代晋王叫朱刚的墓 和这次新发现的三座明代砖石墓 中间相隔的距离 竟然只有两千米 注意 熟悉明朝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公元1370年 为了巩固诸家天下 明太祖朱元璋做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分封藩王啊 其中太原就是晋藩所在地 此后世袭网替 历代晋王都葬在这里 不过有个问题 那就是年代久远了以后啊 当时除了朱刚的墓之外 其他晋王的墓 基本上都还没有发现呢 既然港头村一直流传 有村头有王墓的说法 而且葬的还是王公贵族 那有没有可能 这三座墓葬当中 有一座就是某位 后世晋王的墓葬呢 所以墓葬已经发现呢 考古人员是极为重视 期待着能有重大的发现呢 那么是不是正如所愿呢 来看现场 为了便于发掘 考古人员根据墓葬的位置 将三座墓分别编为 一号二号和三号 从前期勘探情况来看呢 由于二号墓存在 严重的被倒计下 再加上当地村民呢 常年用水浇地 导致二号墓的封土 板结严重 于是考古人员就决定 先集中精力 发掘一号墓和三号墓吧 有什么发现吗 那么考古人员指示 刚刚清理完墓道 大伙心中就是一阵惊喜了 怎么呢 您看这个墓道 宽吧 从墓前已经发现的 明代藩王墓葬来看 一号墓和三号墓的墓道宽度 几乎跟这个藩王墓是一致的 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断 这三座墓葬属于明代藩王墓葬的 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墓葬里边是什么情况呢 这里咱们就分开说 先说一号墓 现在看到的就是一号墓的墓门了 不用说 只要细看这墓门 您就会发现墓主人身份 绝对不一般 你看这仿墓结构的建筑样式 会有团缝图案的墙体 会有菱形花纹和如意云纹的门额 还有门额和八字墙上方的琉璃滴水 瓦当 以及琉璃小兽等等琉璃构件 毫不夸张的说 这简直就是迷你型的皇宫大门 那一般老百姓能用吗 敢用吗 用得起吗 墓门尚且如此豪华 那墓室里边的随葬品 那必须是相当丰厚的呀 是不是 清理完墓门那一刻 考古人员确实是这么想的 但是当墓门被打开那一刻 考古人员说 我期待受挫 怎么呢 您看 这就是当时的墓门里的情况 墓室里边一片狼藉 只有成堆的淤土 以及腐烂的木头 怎么会这样呢 一号墓被盗很严重 猖狂的盗墓贼 早就把墓葬洗劫一空了 别说有价值的随葬品 就连墓主人的尸骸都弄没了 如此说来 一号墓主人那就要成迷了 是谁不知道啊 就在大家伙 失望透顶的时候 三号墓那边传来好消息 你看 三号墓的格局跟一号墓差不多 都分成了前中后三世 虽说从现场看的 同样被盗严重 腐烂的关板屑 以及从盗洞露下来的淤泥呢 把整个前世弄得是乱七八糟的 但是考古人员在清理中世的时候 仍然有不少的意外发现 这是考古人员最先发现的 保存较为完整的彩绘木涌 从形态上看呢 他们形象生动 战力有序 干什么用的呢 考古人员推测 这应该是一支仪仗队啊 以体现墓主人生前尊贵的地位 再看这些 这是考古人员在三号墓的后世 发现的几件随葬品 其中有四件 可能是高等级的四制品 而这个则是装有粮食的五谷罐 那出门有一帐队 穿着有高档服饰 吃的呢 也很丰盛 五谷杂粮样样都有 按照古人 誓死如是生的理念 三号墓主人在地下的生活 可谓是 过得很舒服呀 是吧 那么三号墓的主人是谁 这个时候细心的考古人员 对比发现 三号墓有一个地方 非常特别 他说使用的材料 这个三号墓是 从内部看 它是石头砌柱的 一号墓和二号墓 它整体全是用砖 用轻石砌成的墙壁 不仅看起来更为平整 而且更为坚固 三号墓为什么如此特别呢 当时有人认为 不排除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三座墓葬当中 如果有一座属于某位金王的话 那么金王墓就可能是三号墓 你想啊 金王身份最为高贵 那么他的墓葬的用料 如果不出意外 肯定是这三座墓葬当中最好的呀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没想到 很快啊 一件重要物证的出现 推翻了这个猜测 什么物证呢 就是这件东西 墓质 仔细看墓质的质盖 上面写着 明赠近夫人院士 注意啊 这里的赠字 按照明朝的制度 死后得到的封号 才称为赠 也就是说 这位院士的夫人称号 显然是死后才得到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三座墓葬 从墓室建造的材料看 三号墓的等级最高 然而三号墓的墓质却表明 他并不是此前 大家猜测的某位金王 那是不是说二号墓 那可能是金王呢 如果是的话 他为何在院士死后 还要向朝廷请求 追封他为夫人呢 传说当中的亡灵 到底跟明代金王 有没有关系 明明只是一位妾 他的墓葬 为何如此特别 感人故事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 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呢 江西卫视军事团集 为您解密 刚才我们说了 三号墓的墓质显示 这座修建很讲究的墓葬 其主人是院士夫人 而且啊 这位院士的夫人的称号 还是死后由朝廷给追赠的 那么 是谁向朝廷请求 追封他为夫人的呢 仔细研究墓质的名文 考古人员终于找到了答案 院士的墓质名呢 围绕一个主题 也就是这个端王呢 就想为这个 自己的宠妾 请一个夫人的一个封号 就是 在院士还健在的时候 就先后两次这个 奏请朝廷 但是呢 以前没有这种先例 先后两次都没有准许 直到这个院士去世之后 那个端王在第三次 那个奏请朝廷 家庆皇帝最后破例 追赠了一个夫人的封号 原来是这么回事 三号墓的墓主人 还真跟晋王有关 而且是历史上的晋端王 您注意了 就在三号墓墓质发现的同时 考古工作人员经过仔细清理 在一号墓里边 也发现了墓质 两座墓的主人 都跟晋端王有关 考古人员是欣喜不已 那么这位王氏 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呢 仔细研读啊 有关晋妃王氏的生平 也慢慢的清晰起来 墓质上说 晋端王的晋妃名叫王凤 此女自小端庄聪慧 家境二年 也就是公元1523年 晋端王的正妃去世 王凤被赵选入宫 分为晋王晋妃 然而可叹的是 这位年轻的晋妃 并没有跟晋端王白头偕老 家境十二年 他心爱的晋端王 突然发病去世 四个月之后 王凤因为悲伤成疾 也随晋端王而去 当时啊 年仅26岁 好了 发掘进行到这儿 一号墓和三号墓的墓主人 全都明白是谁了 那么位于中间的二号墓 会不会就是晋端王的墓呢 这个晋端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您猜怎么着 这一挖背后的史料才发现 这位晋端王 居然是明朝历史上 一位非常传奇的藩王 怎么说呢 众所周知 自明成祖朱棣之后 明朝皇帝的寿命 普遍不长 别说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那是祝福语啊 能够活过五十的 那也不多 应该是只有家境和万利 这祖孙俩 多数的时候呢 明朝皇帝驾崩时都只有三十多岁 不过相对于本家大宗来说呢 处于小宗地位的藩王啊 长寿的却挺多 比如说吉藩的吉简王朱建训 他就活到了七十二岁 代藩的湘元王朱成奎 活到了九十二岁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史学家认为 这可能跟他们只是被圈养 整天无所事事有关系 这跟晋端王的传奇 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于 他的曾爷爷 晋端王的曾爷爷呀 大名晋藩第五任亲王朱中炫 他呀也很长寿 也是一位超长代机王 那么咱们来看一个人物关系王 朱中炫一共有四个儿子 分别是嫡长子朱祁元 也是晋王世子 以及朱祁英朱祁荣 还有朱祁英三个数子 成化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1478年 晋世子朱祁元的嫡长子朱表荣 被册封为晋世孙 也就是说 本来朱中炫有五个继承人 可没想到天不随人怨 这五个继承人 都没能熬到继承爵位 在朱中炫七十岁之前 他们先都死了 以至于到公元1502年 朱中炫轰逝的时候 朱侯去世约轰 只能由当时年仅15岁的曾孙 叫朱之阳 来给他主持丧事了 按照明朝的制度 为去世亲王主持丧礼的 那就是亲王的继承人 而这个朱之阳是谁呢 他就是今天故事的男主角 晋端王 您注意了 在整个明朝 以这个是曾孙的身份 来承袭亲王爵位的 就朱之阳一个 您说这是不是传奇呢 至少是读一份啊 好 了解了晋端王的来历 咱们要说回发掘现场了 前面说了三座墓葬 三号墓主人院士夫人的地位很低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 三号墓所用的建造材料 却是非常好的 而且在后续的发掘当中 考古人员还注意到 三号墓在墓葬的防水设计上 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您看啊 这是考古人员对墓葬进行三维扫描的时候 发现三号墓炫顶的缝隙处 竟然涂抹了一层青灰色的物质 这种物质是什么呢 说出来有些朋友非常熟悉了 清高泥啊 清高泥具有粘性大防渗水的特点 古人用这种材料修建墓葬 主要用来防水 不过这种材料相当昂贵 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 而且在这三座墓葬当中 这里先透露一下 唯独三号墓用这种材料 可见这位院士夫人 在晋端王心中的地位 那非同一般呢 问题就来了 三号墓主人院士 生前只是晋端王的一个妾 侍妾 她究竟有什么魅力啊 可以让晋端王在她死后 再三请求朝廷 给她追赠夫人称号啊 您猜怎么着 就在三号墓即将清理结束的时候 墓制的解读同时也完成了 而当看完墓制 大家伙对这位院士夫人 不由的是暗暗称赞 墓制名中记载了院士 自八岁进入王府后 一直就跟随在端王母亲身边 做侍女 而且伺候的无微不知 十分周到 端王母亲在去世前 还曾经说到 在那么多的侍女中 能够合她心意的 只有院士一人 想不到吧 这位院士 是一位如此 鲜良淑德的女子 而这 在考古人员看来 或许也正是晋端王 对她极为偏宠的 根本原因所在 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上的晋端王 本就是一个智孝之人 史料 《明世宗时录》当中 有这么一段记载 说 晋王之阳 姓智孝 是嫡母好妃 及生母彭 慎锦 母妃轰 嚎痛 激绝 桑尽离 有素之产于寝室 白鹤盘旋祭所 您注意最后一句 素之产于寝室 白鹤盘旋祭所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晋端王的母妃去世的时候 她是哭得死去活来 因为哭得太伤心了 最后感动天地 以至于出现了 卧室里边 长出了白色的灵芝 白鹤在记所上空 盘旋的祥瑞之兆 了解了这一点之后 各位应该就不难理解 在三座墓葬当中 院士虽然地位最低 可是她的墓葬 为什么如此特别了吧 只是可惜 棺木之中 已经不见院士尸骨 备受宠爱的她 还是在时光的飞尸当中 销声匿迹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 可以寄托 晋端王对她的哀思 或许就只有 晋端王为她准备的 两盏长明灯了 灯光代表温暖 长明则代表 晋端王对她的爱不灭 那么这样一位 明代藩王 他本人的墓葬 究竟是怎样的呢 会是剩下的那个 二号墓吗 二号墓发掘在即 他的墓主人 会是晋端王吗 墓室被严重倒扰 考误人员从中会有 怎样的发现呢 而面对杂乱的墓室 他们又能否证明 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呢 将西卫士尽量 扳起 未年解密 上节我们说了 港头村三座明代墓葬 一号墓主人是晋端王的 纪妃王室 三号墓呢 是晋端王夫人院室 按照三座墓葬的位置关系呢 考误人员推测 二号墓就很有可能是 晋端王本人的墓了 那么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来看发掘 您看这是二号墓的墓葬 平面呈公字形 包括前室中室后室三个部分 每个墓室呢 都用砖砌出炫顶 墓葬同样不小 里边会不会有惊喜呢 谁知道 当考误人员走进墓室的时候 心里边凉了 怎么呢 发掘到这个墓室的后室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 后期的倒扰非常严重 根据这个天然考古工作的规程吧 就是先要把这些晚期破坏 倒扰的这些堆积呢 这些先清理到 所以我们就调整那个发掘计划 就是先发掘墓葬的后室 那么在被严重倒扰的后室当中 考古人员能有发现吗 随着淤土被逐渐清理出来 考古队员首先在后室中部 发现了棺床 而在棺床之上 发现一具七木棺 这是有点遗憾 这具七木棺已经被盗墓室给拆了 看不到完整的样子了 所以我们就采用了一种整体套像 把它提取到地上的实验室 来进行清理和保护 棺床被提走 棺床也就显露出来了 棺床很大呀 看起来也很高级 尤其是这侧面雕的图案 已经暗示牧主人身份非同寻常了 当然最让考古人员感到惊喜的是 这座棺床居然有两个棺位 很显然呢 二号墓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夫妻合葬墓 难道这里埋着的就是尽端王跟他的正妃吗 激动的考古队员不由的加快清理步伐 希望能在一片狼藉当中找到解谜的随葬品 那么有收获吗 你也别说 虽然墓葬被严重倒扰 但是在这杂乱的现场惊喜 竟然还接连出现了 您瞧 这是一件铭钳 铭钳虽然是古代墓葬当中 很常见的随葬品 但是这件铭钳可不一样 它是金的 再看这个 这是一枚戒指 戒圈与戒托也是黄金的 戒托之上还镶嵌着红色和蓝色的宝石 还有这两件玉制品 一件质地精润 形状类似于今天人们佩戴的珍珠耳饰 另一件浴室 工艺更为复杂 内部还雕刻有镂空的花纹呢 从这些精致的饰品来看 墓中的确埋有一位女性 她会是谁 正当考古人员 期望有新的线索出现的时候吧 清理棺果的队员传来消息说 他们发现了人骨 经过体制人类学的专家 最近也鉴定 发现了 他们其实是属于两个个体 一个男性一个女性个体 然后呢 他们的年龄呢 也大概 男性大概就是40岁左右 然后这个女性是30岁左右 注意史料记载 晋端王是在45岁那年 红市的 从这一点来看的 男性骸骨的年龄 跟晋端王本人 很是吻合 不过 晋端王正非去世的情况 史料当中并没有明确记载 所以 他们究竟是不是 晋端王和他的正非 暂时还不能下这个定论 所有人都能期待 能够在墓中 找到带有明文的物证 那么 二号墓中到底有没有呢 后事清理结束 考古人员没有找到任何 有关于墓主人身份的发现 接下来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 前世和中世 以及墓道上了 三个地方 听起来 找到线索的概率 好像很大啊 可是您猜实际情况怎么样 大家伙啊 里里外外 翻了一个底调 什么线索都没有 唯一让大伙 开了眼界的呢 就是这道墓门了 您看这个墓门啊 两边墙体的中心 分别镶嵌着两块 孔雀绿的琉璃壁心 壁心上还雕刻着 茂盛的花叶 花叶之间 分别有一只 蓝鸟和凤鸟 这跟前面的一号墓相比呢 那要精致许多 那么 如此精致的瑞兽 会是尽端王享用的吗 谁没想到 就在大家以为 再也找不到线索的时候 奇迹再次出现了 半个月之后 就在墓道清理 接近底部的时候 考古人员从淤泥当中 发现了两块墓制 一块是晋端王的 一块是晋端王正妃的 墓制记载 晋端王生于洪志二年 农历六月十八 十四年后得封晋王 嘉靖十二年农历正月初十 在为三十一年的晋端王 因病去世 享年四十五岁 至于他的正妃殷氏 则令人惋惜 殷氏跟晋端王是同一年出生 晋端王继位的第五年 他就被册封为正妃 然而这位正妃与晋端王相伴的日子 并不是很长 王妃殷氏比这个端王早去世十年 王妃先去世 也可以先入葬 王去世以后 他们可以合葬 殷氏为何会英年早逝 很遗憾 墓制当中没有记载 史料中也没有交代 这恐怕会是一个永久的谜了 不过考古人员在查阅史料的时候 发现了更多与晋端王 乃至于与晋番有关的谜团 什么呢 那就是 晋端王虽然有着正妃 纪妃和夫人三个女人 当然 真实的生活当中可能会更多 但是晋端王一生却没有子嗣 以至于晋端王去世之后 晋番出现了150多年来 第一次大宗爵寺的困境 而也正是因为这样 晋端王死后 宗室围绕谁可以继承晋番爵位 产生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 这里边到底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那又是一大片的故事 有机会咱们再好好聊一聊 今天节目就先到这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